画面中可以看到小小的身躯快速推动着轮衣摆放物品 仔细一看这个电锅重量可不轻 换个镜头继续看 小男孩走上前用力的推开大门 医护人员协助他将要带走的物品推出门外 但怎么看就是看不见男童的家长 事情就发生在桃园 一名产妇要住院时 期间仅有一名男子父亲十万生产和住院费就离开 没想到妈妈竟要求年仅六岁大的儿子留院照顾 家房中心接获通报都无法联系到家长 最后经过远景协助蹲点后 终于进入已经返家的产妇家中 看见刚出生的宝宝用枕头套包裹 社工跟妈妈会谈的时候 那这个妈妈她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出生宝宝 在家里如何照顾的这些种种的问题 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宝宝仅用这个枕头套包裹着 那居家环境不佳 而且这个男童的衣服也有一些异味 经社工评估 这两名孩童照顾并未获得适当的养育及照护 所以给予紧急安置 并在母亲之后申请会面探视的过程中 会安排教育指导员 希望能够提升亲职的教养功能